大家好,我剛剛做教課 就是我幫忙,就是我幫忙超過我名字的事情 我也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從 我一個音樂系的學生,到現在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什麼事情,我等一下會給大家講一下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其實我是一路讀音樂班 大概我學音樂,我現在19歲,我大概學了15年了 所以我大概4歲就開始學了 然後,對,然後就是 就是我學到現在,然後到了最近才突然想要 就是想要再轉,當然不是轉系啦 就是還有想要做其他事情 那就是我目前有打電話回來跟我爸談過 然後後來就是,後來就是,目前談不清楚 真正會回家再生 然後,其實我從小時候就是 算找什麼,應該也不算找什麼 就是我小時候就是,其實我就會想說 就是我以後到底要幹嘛,還是這樣的 就是我會想,可是小時候就是 可能智慧沒那麼高 然後小時候就是想不出來 然後就有點想鬧自殺 然後就很白癡 然後,所以我國中的時候其實 國中的時候其實,連我家的 就是我家的都有聽 我學校的同學的下長講說 就是要多注意我啊,這樣的怎樣怎樣 然後,我到就是 到大學才有點,就是有點改變 然後,我也跟他講的就是 然後,我也跟他講的就是 其實這個改,我這個改變的 頭就是其實就是 它是出自於一個 痾,最頭的話應該說就是 我在最近的時候有接觸就是 有接觸直銷公司 那大家應該,就是 痾,如果有聽過直銷公司的人 應該都對直銷應該就是 就是大家都會知道就是 直銷其實蠻不忍願的 然後,可是就是其實 我去接觸之後 然後,當然是我朋友帶我進去的 然後,我去接觸之後就是 我覺得就是 其實他有些東西其實 我是覺得是不錯的 可是,就是 可是他就是 可能是之前做得不太好啊 對啊,然後怎樣的就是 還蠻不忍願的 然後,我也跟我父母提過這件事情 然後我父母也是跟我講說 啊,只要做了之後會欠錢啊 痾痾痾痾 然後,所以後來就不 好,那我就不做了 然後,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 就是我又在學校待一段時間 那其實我學 十五年的音樂 其實 中間當然不是沒有挫折啊 就是也不是說 不是說 一路學上 學上來都是 都是想要學的 可是就是 中間又會有挫折啊 這樣的 像其實 呃,我也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我主修是 小提琴 然後副修是 鋼琴 這兩樣樂器是 就是算是我們 音樂系 第一輩的 一樣有一個主修 還有一個副修 就是第一輩的 然後後來就是 像 呃,我也跟大家講講 我是國北教大學生 然後我們也有修教程 然後 所以我們還要再多學一個聲樂 然後 我原本大意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點 就是放棄我的人生了 我覺得我的人生大概只能走一個這條路 然後 所以我 所以我也 我也 跟我的一個學長一起學指揮 然後 跑過很多地方 像 海大 海洋大學 然後 然後 俯仁大學什麼地方都去過 然後 就跟 就是去到時候 就是去學一些東西 然後 後來 我學了很久 可是後來就是 還是發現說 就是 還是沒辦法喜歡音樂 我 我只能 其實我喜歡音樂 可是我喜歡聽音樂 我不喜歡 唸音樂 我不想 我 我 我還是跟他講 就是 如果 如果 大家讀過怎麼高中 然後你們學校有 音樂班這種東西的話 你們會發現 音樂班的學生都是 會管在一間 大概 多少 應該四五瓶嗎 兩三瓶的 左右的 一個小琴房 然後管裡面 管一整天都在練習 然後 其實 其實 就是一般的普通班學生 總會可能覺得 哇 好厲害 其實有時候就是 就是 我們音樂班裡面 自己人裡面會覺得 哇 怎麼彈這麼爛 我到底在幹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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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們可能就 可能就 因為班的學生都很認真 啊 每天都在練習 每天練六到八小時 練十二個小時 左右都可以練 但其實 其實 大部分學生是辦不到這種事情 大部分學生就可能 可能十二個小時 沒有八個小時在睡覺 然後 就躺在前方睡覺 因為 起碼有冷氣 因為我們 因為班的學生 練音樂一定要冷氣 不然的話 我們真的會熱得死 因為我們都在動一直動一直動一直動 一直動一直動 然後所以我一定要耳機 那這到最後就變成我們的 呃 起司 對 我就躲在裡面睡覺 然後有時候半夜 騎木頭啊 然後半夜就躲在起床裡面睡覺啊 這樣子 然後 後來 後來我結束 就是我看到一本書 呃 這本書名字叫做 呃 十六種人格 找到自己的天賦 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本 就是這本書 就是其實 其實它是 它是一本就是 它可以介紹 就是把你的人格做一個分析 然後分析之後就是 讓你知道你的人格有什麼優點 怎樣的 然後 我看過這本書之後 其實就是 對我來說算是一個 大轉折吧 然後 後來就是 我就想很多 然後 想很多 最近最近就開始想說 就是 我是不是該走 就是該走一個自己 該 就是自己想要走的路 還是這樣的 然後 當然我這個轉折 可能 可能我自己想的時間 還不算長 可能還算很短的時間 所以我做得比較寂靜 就是 就是 我想要休學 這算是 就是很激進 我就是直接就是 我想要休學 然後 我也 我一刻傳簡訊給我爸 然後我爸 我爸 我等了三天 我等了三天 然後每天都打電話給我家 然後結果家人 全部都跟我講 欸你有沒有吃飯啊 怎樣怎樣 從來沒有提過那件事情 然後我想說是怎樣 然後我就問我弟 然後我弟就 我弟就說 他們沒有提過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叫我弟幫我提 以後來那一方簡訊我爸跟媽媽 我就沒看到 然後 對然後 後來 後來他們知道之後 他們也跟我講很多 然後 當然因為父母親都是 都是老師 就是 一個是國中老師 一個是大學老師 然後所以他們希望我就是有一個 工作啊 這樣子 但是我就覺得 嗯 我 難道我一生就只能 當一個老師 就這樣擋牙齊嗎 還是什麼 當一個音樂老師 然後擋牙齊 然後看著 以後自己的 不是後代 就是自己的 自己的 學生嗎 就是每個都掛在棋房裡面 然後好像很深正在練習 其實都在這裡講 然後 就是我也不想看到這個情況發生 然後所以我就後來就 後來我就可能是因為一方面 就是 剛剛跟大家提到一個直銷 直銷公司的東西 然後就是我後來就是有看到直銷公司 裡面就是 他其實蠻重視一個就是同路的 然後我後來發現其實同路力量 就是他複製量真的是蠻大 我就覺得 嗯 好像這個是真的不錯的東西 然後後來又想到就是 父母親都是公務的人啊 然後 然後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小孩 有一個穩定的 薪水啊 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 就覺得 你好像 這好像真的是 我們就是 如果我們可以有的話 那最好就是 就是 就是 有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 如果大家都有這個東西的話 就可以去做自己想 就是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所以 所以 我合作夥伴 目前只有一個人 就是有一個跟我一起發瘋 然後兩個人就在那邊發瘋 然後到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一個定案的人 就是 另外一個音樂器的同學 然後 然後 他還是繼續 他的經驗 然後 可是我就是比較想要轉 然後所以我自己就 自己最近就結束了城市設計的東西 我們就在學習 那就是希望說 就是 未來就是可能 朝著 就是剛剛講的就是 一個可能就是 看看 複製的力量 可能可以 影響快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看看可不可以這樣 可能 大家只要做一點小小的事情 就可以讓 大家都有一個 比較穩定的行程 那這樣子 就不會被父母親 逼說要去 當什麼公務人員啊 這樣一個穩定的行程 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我們只要大家就這樣 謝謝大家